机场是现流的 大家好 我是盈盈 今天从上海回黑龙江 然后入京大连机场 如今在大连机场这里 我是从早上6点钟开始从家走的 这个时期管控满盐的 到了机场就得申请大数据的行程码 像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申报表 然后好多人特别是年纪大了 他不会了就要慢慢去询问 然后弄过一次又不对 然后再去弄 就这样的特别浪费时间 工作人员又不是特别多 所以到机场一定要提前去 提前三个小时 现在是下午的1点半 我从早上到现在一滴水没进 一点东西都没吃 包括现在飞机上 我乘的飞机 它是10点半开始的 开始出发的 11点半正常应该发盒饭 是吧 但是飞机上没有发盒饭 就发了这个 简易的小林石就发了一个 还有一瓶水 只发了这两个东西 我乘的飞机里面坐的满满满满的 人特别多 所以在飞机上我的口罩始终没有栽过 我是滴水未浸 一点东西也没吃 我买了一份泡面 然后上面带着一个鸡腿 正好买了一个可乐 这还有一瓶水 因为我自己已经发出信号了 这身体 再不吃的话 雪上滴了 我现在眼睛是有点花的状态 我刚刚在机场逛了一圈 想吃点东西 看了一下 那个机场卖的水饺 十几个水饺 59块钱 而且还是白质猪肉馅的 我想你要是法鱼馅的 我就认了 太贵了 包括肯特鸡麦当劳也很贵 平时卖二十几块钱 三十块钱的套餐 在这边卖59 贵一倍的价格 唯一我看到是哪里便宜的 罗森超市 他跟市区的价格是一样的 买了一方便面6块多 买了个鸡腿6块 然后可乐3块钱 这也是我的消费水准 15块5毛钱搞定了 我在买东西的时候 还跟罗森超市的营业员说了 我说这么大个机场 就罗森最有良心 因为罗森超市 在机场里面 价格跟外面一样的 没有变过 没有涨价 没有翻倍 吃了鸡腿6块钱 还是不错的 这鸡肠 热的 他给我先加热了 我现在嘴里面口腔费 舌头 牙齐 包括筛帮 然后全费 吃这东西说实在 也受罪 不敢嚼 这个新版的可乐蛮好看的 细肠 我特别喜欢这种包子 秀气 我特地找了一个人很欣赏的地方 我这一块区域基本上没有人 等我吃完之后 我再倒一个灯机口去 去我的灯机口去等 泡面泡软了 我觉得泡面还是煮的好吃 泡了 我吃油盘 这个适合梅亚老太太 没有牙齿的老奶奶吃的 要适合 6块5 大系统 超市卖5块 就普通超市卖5块 我也不太记得 吃饱喝得了 但有口罩 等一下还有转机 又转了一次街 现在到季西了 这就是我的家乡 我家乡这个地方 还一点绿色都没有 那个草还都是黄色的 春天还没开始了 这个地方有点凉